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由于狂牛病的疑虑 其实目前的胶原蛋白来源都已受到管制 大多数是来自于海洋的鱼类 以及非疫区国家的畜牧副产品 仍属于动物性来源的物料 胶原蛋白是一种天然萃取物 已被广泛应用于医学、美容、制药、外科材料及化妆品 因此素食者在使用含胶原蛋白的东西时 也该多留意 化妆品中经常使用哪些动物产品 动物脂肪被经常用于制造化妆品 例如 水雕油经常用于营养化妆品和皮肤病制剂 如营养霜、润肤脂、唇膏和发油等 鲨鱼干油和芬鱼油经常用于护肤和护发类化妆品 Oranjurophy鱼油提炼自一种深海鱼的织法 经常用于护肤类化妆品、玉油等 海鱼鱼油经常用于护肤润肤剂 和抗皱霜等 蛇油经常用于护肤制品和药用油膏等 马脂经常用于营养性油脂 精辣 用于制冷霜、乳液、唇膏和固容体油膏状制品 化妆品中经常使用的动物来源的香料 有蛇香油、林猫香油、海鲤香油、龙岩香油等 在欧盟全面禁止化妆品动物实验的影响下 目前国际人道协会的反化妆品动物实验推广 已经在印度、中国大陆、南韩、大洋洲、巴西、俄罗斯、加拿大等国进行 努力改变各国的相关法律政策及提升人民对这方面的意识 104年3月10号到16号是全球让美丽远离残酷州 台湾防止虐待动物协会 宣布将与全球最大动宝组织之一 国际人道协会和爱心品牌LUSH 在台进行反化妆品动物实验的系列活动开跑 be cruelty free campaign 台湾 台湾让美丽远离残酷 让人非常伤心的是 在台湾仍有许多兔子、白老鼠和其他动物 仍旧因为残忍的化妆品实验 而承受没有必要的痛苦和死亡 因此非常希望可以让台湾与全球接轨 停止化妆品动物实验并结束动物痛苦 你不要往自己的脸上一直喷而已啊 化妆水 你要往外面喷啊 利益众生啊 喷的都是这些海鲜水族的 乌龟啊 鳖啊 要有背心啊 我希望你撒到甘露啊 好 这样就想就好了 哪里有苦难 我们就要学习救苦救难 虽然我们做得不是很好 但是救苦救难 那可以引起我们的悲心 我们身为佛的弟子 我们看到了苦难 我们就要把观音菩萨的大悲心 帮助那个苦难 意念的那个苦难 意念昌生情 世事永不离 祈求观音菩萨去救苦救难 虽然大家我们都还没有就近 但是你有一个悲心 跟观音菩萨是一样的 你用慈悲心 为他们祈求观音菩萨 念大悲咒 念观音菩萨圣号 念六支大明咒等等 那观音菩萨 就会把他的力量展现 去救苦救难 虽然我们不能救火 随时打个电话给119 119比你动作还快 就去救苦难 所以大乘的法门 就要我们生起这样子的 意念的 乃至找到众生的苦 所以看报纸 不是为了自己消遣无聊了 是为了知道哪里有苦难 这个人为钱在苦 那个人为情在苦 那个人为病在苦 那个人业障现前在苦了 乃至家人受苦 所以就一直念的观音菩萨 看着报纸 看着行文 愿这些的苦难 都能够消除掉 这种修行方法很重要 免得呢 你的心被世间法给转了 所以做一个菩萨 还是要了解这个世间苦 只是意念的观音菩萨 念的观音菩萨 看着新闻 看着世界呢 愿它每一个一个离苦 那我们要守护这个政念 这个是最重要的 2012年4月 与韩国首尔 韩国东宝人士 打扮前家畜的样子 举行示威活动 抗议向百万 因口提议被宰杀的动物 打扮后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因人类的口腹之欲 被终生穷尽的猪 鸡 牛 羊 已是百般不愿意 如今因为人类酿出的疫情 又将无辜被穷尽的猪儿 鸡儿 集体扑杀 没有食用就没有购买 没有购买就没有宰杀 人类的口腹之欲如此短战 但却要用他们仅此次的生命来推幻 试想要让多少颗心脏停止跳动 才能停满人们欲望的无底洞 最近有一个报导非常好 2007年开始 美国一个保护动物组织 不断地在推广爱护动物 不要吃肉 结果到了2011年在统计 这四年当中少四亿只猪被杀 所以各位推广这么重要 四亿只猪少了四亿只猪 因为人类有很多觉醒 他们就慢慢不要吃被杀的猪肉 所以我想就近的放生 除了推广吃素放生 就是要推广爱护动物的道理 大家都弘扬佛法 告诉人家不要杀生 尊重生命 所以我们生命电视台 成立了很多小组 透过脸书啊 各种的方法 成立各种的名字 目的呢 就是要告诉人家 保护动物的重要 爱护动物的重要 甚至有一些比较痛苦的镜头 也让别人看 为什么 看到那些猪被杀 牛被杀 那些小公鸡被杀 各位小公鸡被杀 有没有看过啊 一出来 然后那个染肉 就啪啦 马上变成肉酱 非常恐怖啊 所以德国政府为了如此 禁止任何繁殖鸡蛋的 杀死小公鸡 他们一年杀死多少吃呢 他们说 不知道是四亿五千万只啊 光繁殖鸡蛋啊 小公鸡就这样 一直把它拧碎掉啊 那台湾更不用讲了 文殊菩萨 大慈大悲啊 为了要度众生 用尽各种方法 有一次文殊菩萨 变成一个人的样子 结果呢 有一个屠夫啊 他准备庆祝大日子 把最大的猪抓出来杀 结果四个人啊 杀这一只大公猪 四个人都抓不住 抓不住 想办法抓不住 后来 这文殊菩萨事件的人出现 他说啊 这个简单 交给我 我一个人就搞定他 哇 这个杀猪的很高兴 多少钱我给你 不用 我做给你们看 结果 大家看他怎么看啊 结果他就把那一只猪啊 他就叫他 陈阿兴过来 结果那一只跑过来 哇杀猪的赶快猪杀 不能杀不能杀 然后这只不要杀 杀另外一只好了 刘阿美过来 结果另外一只猪猪又跑过来 我的名字是我编的了 然后这个杀猪人吓坏了 不要杀不要杀 为什么 陈阿兴是他爸爸 阿美是他妈妈 哇 他吓坏了 结果文殊菩萨就变成很庄严的样子 你才知道啊 你杀的爸爸 主都是你的爸爸妈妈 没有缺你再还杀不到啊 哎呀 这个人放下徒刀了 全村的人 没有人再敢养猪杀猪了 各位 你成佛了 你就可以做这样的视线 度多少众生了 所以各位 千万不要杀生 好不好 以我们明德禅士几个月来 已经布施了两万八千个便当 送给游民啊 居民啊 老人啊 所以以后各位出衣食物去帮忙 煮素食 送素食 好不好啊 原本在明德禅士帮忙的 玉公菩萨 继续的努力 我想 大台北地区啊 游民特别多 独居老人特别多 但是我们 要跟他结缘 各位放生会跟物名结缘 但是 人类要吃 有钱没钱 反正我用素食跟你结缘 好不好啊 如果是 他是有钱人 要吃我们一堵树 我们都高兴啊 只要各位煮的好吃 他们谁都要吃啊 高雄也在做 台南嘉宜也做得非常好 那以后各位出衣食物 你干脆在家里煮十个便当 热腾腾的 送到北岩讲堂 好不好啊 大家去分别去送 那不是很好吗 你自己在家里附近 蒙天立厅 立厅啊 这附近有没有 比较可怜的人吗 你就煮好吃的送到他家 再加一些糖果饼干 就跟他结好园 这个很重要 大家尽力 尽力去做 市场每天都有青蛙被扒皮啊 乌国鱼啊 我有一次到哪一个市场 看到那些乌龟 他们怎么弄啊 前面那一个钩子 把他钩住他的头 绑在他